您可以用有趣的脸部表情 给予不同的情绪 去帮助孩子学习感觉 举个例子 您可以问 你快乐时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孩子们就可以画个笑脸 然后你可以笑着问 这是什么感觉呢 孩子就可以说快乐 你可以继续做一些不同的表情 例如难过、愚蠢、生气或惊喜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帮助孩子 认识感觉并说出他的名字 感谢观看